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夜》 作者 尔根 眼波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337集 战车怒 红蝶眼中寒芒闪动 操控巨人疯狂地追击 僧牛,你现在如丧家之犬般 当年的威风在哪儿 红蝶追击中,冷言讽刺 亡灵哈哈一笑,说道 红蝶,那断臂的毒咒你尚未化解 只凭借灵力压制 这恐怕才是你一出手便用出最强大法宝的原因吧 红蝶面色阴产,轻哼一声 自始至终他与王林的数次相遇 从未在言语上压过一头 于是不再说话 而是操控巨人挥舞鞭子 啪啪声中打在虚空 带起阵阵波纹 烧起 王林体内灵力恢复 他目光一闪 手中多出遗物 正是那红蝶的断臂 他口中念念有词 左手掐绝在断臂上一点 顿时啊 这整只断臂立刻散发 妖艺之盲 旗上出现一道道 咒法的符号 报 王林左手在断臂上一拍 口中喝道 立刻 再后追击的红蝶 眉心一道黑线 迅速闪烁 红蝶身子一颤 面色更加苍白 他坚声道 哼 曾牛 我不杀你 不叫红蝶 压制 我看你能压制到何种程度 报 报 报 王林冷笑 大喝道 顿时 红蝶眉心的黑线 立刻蔓延 转眼间 红蝶美丽的面孔上 立刻被这黑线贯穿 你 红蝶喷出一口黑线 他的确是顾忌 断臂之上的咒法 所以 之前一出手便是打定主意 速战速决 可惜啊 这如意算盘没有打响 不知不觉中啊 二人的战斗不再按照红蝶的想象进行 王林目光闪动 再次大喝一声 爆 立刻 他手中的断臂 砰的一下 爆炸了 旗内已然没有了血液 爆炸中化作黑灰 向四周消散 断臂的碎豹 把红蝶体内的咒法 顿时全部点燃 红蝶再次喷出一大口黑血 脸上黑气浓密 王林的身子立刻一顿 不再逃走 而是借此机会 右手一甩 曲手圈立刻出现 化作一道残影 砰的一下 变成了战车 骑上受魂 立刻咆哮而出 血红的双眼盯着王林与那巨人 此刻的王林深知 不能再考虑暴露的问题 取胜才是关键 战车出现后 需要时间开启 王林身子一动 右手仙剑握着 向前瞬间一战 剑芒疯狂的宣泄而出 带着呼啸的破空声 立刻撞击在了冰雪巨人之上 砰 巨人退后数章 胸前出现一道剑痕 红蝶双眼紧闭 正在全力压制咒法 王林目光一闪 提剑上前 又是一战 剑芒瞬间挥舞而出 砰的一声 巨响之后 巨人再退 红蝶此刻挣扎的睁开双眼 恶毒的盯着王林 口中倾吐一个咒语 立刻 巨人双目幽光一亮 显然 红蝶放弃了操控巨人 而是全力压制黑气 巨人的身子顿时灵动 他右拳一挥 立刻鞭子虚影出现 王林没有任何犹豫 立刻提剑挡在身前 但听轰的一声 王林身子退后十多丈 仙剑虽说没有受损 但王林的身子却承受住这巨大的力量后 立刻喷出鲜血 就在这时 那巨人踏步之下 居然一跃来到王林身前上空 咆哮一声 拳头轰出 在那拳头之中还有鞭子虚影挥舞 王林面色争厉 右手仙剑立刻一甩而出 化作一道长虹 瞬间冲击而去 在那拳头轰击而来 落在身上的瞬间 只见那仙剑一闪之下 从巨人右臂处哼扫而过 巨人立刻大声咆哮 他的整只右臂 立刻从身体上断裂脱落 剑盲与仙剑实际切咒 决然不同 仙剑从巨人身体穿透后 落在了百丈之外的地面上 深深地刺入进去 王林身子多处喷血 骨头断裂 远远地抛出 只不过 他却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红蝶 你被我断一臂 现在这废物巨人也断了一臂 倒也匹配 右手一招 那巨人的断臂立刻落在王林手中 他手中清光一闪 这巨大的断臂立刻砰的一下碎裂 从旗上落下大量的冰块 手臂的大小立刻缩减一半 此刻 战车之上的无数猙獰力刺 闪烁黑芒 这些黑芒向着兽魂凝聚 兽魂慢慢地膨胀起来 他双目中凶芒闪闪 巨人咆哮 身子向前一踏 直奔断臂 王林眼中寒芒一闪 张口吐出一道白光 立刻把断臂包裹 全力摧祸 断臂之上又一次出现碎裂 随后再次缩小 巨人速度极快 身子一跃之下 左拳挥出 哄 王林身子退后 一闪之下消失在原地 之前所在之地 立刻出现阵阵军裂 出现时 王林站在仙剑旁边 一把握住此剑 碎 王林大喝 被白光包裹住的断臂 立刻又一次碎裂 脱落大量冰块后 又小了一倍 此刻的这断臂 已经与常人手臂一般大小 巨人猛地转身 又是一拳轰出 快若闪电 急驰而来 王林手中仙剑一提 一剑斩下 就在这时 忽然从巨人的胸口处 那鞭子虚影 立刻一闪 王林面色一变 仙剑挡在身前 但那鞭子却是一转之下 绕过仙剑 抽在了王林身上 碰 王林喷出鲜血 身体被抛出十多帐外 摔在了地上 而他的元神 则再次被生生抽出 飞到了百帐之外 那巨人双眼幽光闪动 不去理会 王林元神 而是拳头一挥 向着王林的肉身 脉步而去 战车 开 王林的元神 双目一闪 经过这些时间的拖延 射神车完成了开启的时间 战车之上的魂兽 咆哮着冲出 他身上的铁链 此刻全部消失 只不过 他这一次 并非是冲向巨人 而是向着王林的元神 一扣吞来 你给出我 王林目光一闪 双手掐绝 在身前一点 立刻一道铁链 从战车内冲出 立刻死死的锁住魂兽 魂兽大力的挣扎 咆哮着不改方向 显然想要不顾一切的吞下王林 此刻 那巨人已然来到王林肉身之前 宁笑着一拳哄下 许立国 王林元神大喝 被肉身握住的仙剑 立刻传来一声哀怒 骑上黑气 立刻涌现 操控仙剑 漠然间阻拦在王林肉身之前 轰的一下 巨人的拳头砸在仙剑上 反正之力 立刻使其退后数步 这不怪 仙剑内的许立国 却是虚弱的呼喊一声 先见趴地一下落地 再无声息 那巨人目光一闪 再次上前 就在这时 更多的铁链 从战车内飞起 死死的锁住魂兽 生生的把他拽了 那魂兽 不甘心的咆哮 满枪怒火 立刻转移到巨人身上 咆哮冲来 那巨人立刻抬头 不顾攻击王林肉身 而是一拳轰击在冲来的魂兽之上 轰轰轰 连续不断的抨击中 巨人与兽魂展开了进攻 兽魂咆哮着冲击 每一次都被巨人的拳头阻步 这不由的挑起了他的怒火 大口一张 立刻化作无穷大 一口吞下巨人 只是 在他吞下的瞬间 巨人体内的鞭子立刻闪动 挥舞而出 抽在了魂兽身上 这一抽之下 魂兽立刻吃痛 身子缩小一些 啪啪 连续不断的抽动 魂兽立刻剧烈的咆哮 双眼凶芒大闪 不顾一切的一口吞下 庞大的身子 默然间从巨人身体内穿透而过 巨人的身子一颤 身体上出现阵阵军裂 一块块冰层脱落 他的身子再次缩小 这一次 变得只有两丈多高 并且在他的右肩处 出现了融化的迹象 魂兽正要回头再次吞下 但就在这时 红蝶睁开了双眼 他脸上的黑气被压制在眉心处 再次形成黑线 昆脊边 焚起线 红蝶的声音 急促中带着一丝阴森 顿时 一把通体血白的鞭子 出现在了巨人左手 这一次的鞭子 并非以往的虚幻 而是凝实 一斗之下 死鞭疯狂地抽在了魂兽身上 魂兽吃痛 凶性更烈 正要再次冲击 不然 悲哀的咆哮一声 回头看了一眼战车 他毕竟是魂体 受到战车限制 另外 王林操控他的方法也不是证据 无法发挥全部威力 此番多次进攻之下 立刻感受到了战车的召唤 魂兽不甘心的冲天咆哮 身子渐渐消散 化作一道黑芒 回到了战车内 消失不见 王林的元神 早就趁魂兽打斗之际 回到了身体内 并且还服下了丹药 此刻体内灵力调整后 立刻拿起仙剑 送出一道灵力 使得许立国恢复 随后提剑一跃 一剑斩下 王林的剑芒来临之际 巨人大喝一声 右拳猛地挥出 与剑芒轰击在一处 随后身子立刻向后退去 在大地一点之下 地面轰隆军裂的瞬间 立刻向远处逃顿 追 王林目光 寒芒一闪 踢剑追去 红蝶面色阴沉 今日一战 比之当年仙剑 还要艰难树北 他怎么也没想到 区区几十年的时间 这曾牛 居然有了如今的修为 遥想当年仙剑 他全胜时期杀此人 这曾牛出了逃命 根本没有任何反抗之力 即便是后来 也是震慑于对方 可以使得仙界崩溃的法宝 这才没有继续 但他内心呢 却是从未把王林看在眼里 在他心中 这曾牛不是与他一个档子之人 是弱者 是爬虫 是天生就应该遵从于强者的踏脚石 像王林这样的修士 他在四派联盟扫荡愚孽之时杀了不少 即便是在朱雀国 他也一样保持这种心态 这是他的骄傲 可是这骄傲在被王林断了一臂后 立刻崩溃 他无法忍受一个弱小的修士 居然敢偷袭自己 对于王林的恨 已然浓郁到了极点 他立志要杀王林 从而使得自己道心圆满 甚至不惜把血玉国的重宝 冰神拿出 准备一举杀死此人 甚至于他的师兄 还把天狱宗的重宝 昆吉鞭悄悄取出 用来讨好他 对于这个昆吉鞭 红蝶本不想使用 他始终认为 自己有兵神在手 又有本命法宝 杀死这黑牛 如探囊取物般容易 只是 对于昆吉鞭 他听过不少传闻 略有心动 也就没有拒绝 而是藏在兵神之内 准备出其不意向 置身 可现在 几次三番之下 二人之间的战斗 已然进行到了白热化 这增由 法宝几乎层出不穷 远远超过了他的想象 尤其是刚才那浑兽 狂猛至极 若非其厚力不足 红蝶自认 在那浑兽的连番进攻下 自己没有昆吉鞭 定会败落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秘》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敬在 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